星星的schedule book合作 很喜歡這本幾迷的星空仰望 有本自己貼上的也很漂亮 真的朋友仔 武漢出狀元 很古色古香的一本 有個以前做自認的貓子 鴨沙湯 豬扒飯 然後 豬軟骨飯 我會將1-8號抄下 有客人說要哪一個 我就會馬上看貓子 那我就不用記了 自己很聰明 寫得很多 每天都不同 小的書都會寫一些 獨厚感 很喜歡星星的 我又買了這本schedule book 我常吃東西的單都會儲起 時封都儲一堆 考試成功 工作順利 媽媽在我開始工作 或者考試都會給我一個禮事 以作支持 我就會考試大吉 還有爸爸給我生日禮事 以前公司的美麗禮事 很漂亮 我第一個的登報 我的文章上報紙 寫著星空的著者 試來也很漂亮 紅色簡簡單單其實也很漂亮 而且它是很厚實 很精緻 我喜歡粉紅色 這本就是報的 其實也很可愛 還有很有痕跡 然後我就舍滿了東西 爸爸的生日禮事 這本Hello Kitty 然後我邊撕開每一個行程 然後邊網返以前寫過的東西 我發現 每一個文字都是一個 爭絕感受的一個經歷 令我重新懷緬一次之前的生活 媽媽給你禮事 心想事情 堅持就會成功 這本薄薄的 已經有多好 我覺得這些似皮非皮是一般的 然後 yeah 媽媽的利是 旅途愉快工作順利出入平安 爸爸的 來自星星的你生日快樂 媽媽的面試成功 因為我每一次去見公 媽媽都會給利是我的 有個旅途愉快出入平安 原來旅行也有禮事收的嗎 我下次又要收回 旅途愉快出入平安 徒愉快玩到盡日本 完工明良 這本好美的迪士尼 不用再書法 旅途的利是 生日快樂 飛上之頭變空者 非以一本小王子 很喜歡小王子的 我都 所以就買了這一本 行事曆 封面還貼得好美 整整整整到最後一本 可以看了兩個 一個是王子華的棟戳 一個是小豬演唱會 日時工作順利 事先如意 爹伏何求省省地 工作順利人員王姓 接著就是學業進步 帶步踏上大學 完這麼多本 schedule book 我都出了這一本 完全不捨得丟的字 那就封印了它先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